人總要學會遺忘 橫河流淚 可以嗎? 可以 哈囉大家好我是陶曼曼 今天來跟你們分享我平常包包裡面會帶什麼東西 最近呢我會背這個包包出門 它是Dior不是會系列的Boot Toad 那其實這款包呢我看了很久 前一陣子之後我先生就說 欸那個情人節想要什麼禮物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我就今年的2月14日 我已經沒有要求他就是要買什麼給我 然後想說欸這次就七夕就請他就是買個禮物給我好了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款包 然後大家一定會想說 喔曼曼你真的不時尚喔 秋冬要到了 你怎麼會買一個粉色的包包 可是對我而言實上是不分季節不分顏色的 那我先介紹水晶好了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欸我為什麼包包裡面出現水晶 沒錯就是我剛才進化完成 你知道畢竟在演藝圈的藝人們 有時候浮浮沉沉啊 也有些低潮的時候 影界之下呢我就去到了一間水晶店 然後我每次看到白水晶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就是很清淨 然後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的沉澱下來 所以我覺得水晶對我的幫助其實還蠻大的 接下來呢我要介紹就是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嘛 每個包包裡面都有 比如說像酒精啊 那我就是這個乾洗手 這個牌子的乾洗手 因為它有殺菌的成分 然後它也很香 然後另外一個是護手霜 他們這兩隻又小就是很容易就是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也不會太佔包包的空間 這個應該算是護唇膏 就是塗在你的唇上面是有一個淡淡的粉色 然後因為我的唇色原本就已經算深了 就是很親近人心啊 你知道媽媽就是不想要人家跟人家有距離 所以這個是我蠻喜歡的 蠻推薦 然後這個就是我覺得是我的救星 這個就是MUSHI的行動電源 第一個它很美 你看我剛拿出來 你是不是會覺得很像那個口紅 裝口紅的盒子 可是它是行動電源 它這樣子一下就可以充電 這些就是我平常在包包裡面愛用的小物 分享給你們